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配接 对那配接的话 那配接的话我们在配接的选项里面 在配接的选项里面有一个配接电脑灯 然后还有配接常规灯 对那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配接常规灯 如何配接常规灯 那我们进入配接里面 就有一个配接常规灯的选项 我们选择A 选择A配接常规灯 然后接下来的话 大家都会看到它有个配接 然后地址码是001 那配接常规灯的意思就是 你的灯基本上的话通道数少的 像是一两个通道 或者是归箱 六个通道的 对你就可以把它配接常规灯 不用配接电脑灯 是的 那配接常规灯的操作 我们刚刚选择了 然后地址码是001 现在的话我们用模拟器来做示范 模拟器上面的灯的话 是16通道的光速灯 所以 所以它是16通道的 我们等于是说 配灯的话就要配16通道 配到16个通道 然后看一下显示屏 显示屏的话 它会提醒你 你的地址码变成是017 就表示你这16通道已经配满了 对 那配完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推出 推出到推感模式那里 然后我们刚刚配接着16通道 你的地址码也要对应 我们现在模拟器上面 我们现在只配了第一台 所以我们等一下 推我们的推杆的话 它只有第一台灯的地址码 会有反应 现在我们光速灯 我们光速灯的7跟8是调光 我们把7、8往上面推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显示屏 地址码001的光速灯 已经有反应了 然后我们的光速灯 第一个通道是X轴 我推一下X轴 第二通道是Y轴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刚刚配接的这个常规灯 这个光速灯已经有反应了 所以你配接常规灯的话 16通道的话 假如是16通道就是配16个灯具件 那一般的话 我们配的话 基本上就是配接像 桶灯啊 或者是配接像一两个通道的 一两个通道的设备 我们才会用到配接常规灯 那基本上像那个LED灯 如果是8通道以上的 基本上 我们都把它配接为电脑灯 对对对 那操作的话 一样的 你配接的在哪 哪个灯具件上面 你就推 对应 相对应的推干就可以了 然后 呃 我们配接的常规灯的话 一样能把它保存到我们的重演区里面的 我们现在把推干模式切换到调光编程 对 如果你要把你的常规灯的数据保存到 保存到我们的重演区里面 你的推干模式一定要是调光编程 才能保存的进来 那我们现在先调出一个效果 呃 我把呃 这个紫色的颜色效果把它保存到重演区里面 我直接把效果调出来 然后我们按一下保存 单步场景 然后选择一个场景键 选择一个场景键 然后保存完的话 可以看我们往下面拉 按清除 那我们要绿琴的话 直接推我们相对应刚刚保存的这个推干 呃 我们再来操作一次 再来操作一次 一样的 科技吧让它出光 然后 打在一个定点上面 打在一个定点上面 我加个颜色 加个颜色 保存的话 那记得 呃 推干模式是在调光编程进行保存 然后现在保存的单步场景 选择第十二个场景键上面 我按一下清除键 按下清除键 然后 灯去拉掉 那我们现在推相对应的推干 哦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 我们刚保存的这个常规灯 现在已经出效果了 对 所以你保存的常规灯 你配件的常规灯的话 一样可以把它进入到边层区里面 一样可以进入到边层区里面 对 那常规灯基本上的话 呃 配件的呃 使用的设备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 基本上就是让你配件一些 像烟机啊 泡泡机啊 然后还有那个 呃 龟箱 龟箱的操作 对 那我们现在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做灯库的嘛 所以是配件电脑灯的 那这一个的话也跟大家讲一下 呃 怎么配件然后怎么操作 等于是说 现在我们以光速灯取缔嘛 十六通道的话 你就是要配一到十六个通道 那如果现在我们配件的是 LED灯是八通道的 配件八通道的话 你就是配一到八就可以了 那他的通道的话 就是按照我们说明书上面的 你的灯 你买的灯 你的说明书 你的第几通道 是什么功能 他就是什么功能 哦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配件的常规灯 那我们现在 呃 接下来我们把台子先清空 台子清空 那我们接下来来 跟大家讲一下 呃 怎么配接电脑灯 怎么配接电脑灯 配接电脑灯的话 一样的 在 配接电器里面 我们看到有个选项 就是配接电脑灯 哦 我们选择B 新入配接电脑灯 它就会出现灯库了 哦 它就出现灯库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呃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的 U盘里面没有灯库嘛 灯库已经内置在空台里面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插上U盘 我们直接按 配接 然后 我们选择 配接电脑灯 哦 它现在就会读出来 我们空台里面的灯库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就选择我们模拟器上面的灯库 就是这个 呃 宁静236通道的 我们选择这个灯库 选择它 选择灯库的话 就是对应的ABCDE 大家都看得到 显示屏里面有 有有几行字嘛 12345嘛 对应的选项就是ABCDE 对 那我现在的灯库是在第一个 所以 就是选择A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选择配接灯具了 我们现在一样是看一下 我们的地址码 是001 然后我们的线路是A 你现在如果是A A线路配接满的话 你就可以按一下C键 键键的话是让你做切换线路的 所以大家要记得 你A线路的话就是512的通道 如果配满的 你就要配到B线路 怎么做切换 就是显示屏上面 显示屏上面有一个线路A跟B 按C键切换 按C键切换 那我们现在的地址码是001嘛 我们现在先配接第一台灯 按第一个灯锯键 我们配接的灯锯键 它的指示灯是不亮的哦 大家看到指示灯是不亮的 不过你看一下你的显示屏 你本来的地址码 DMAX的地址码是001嘛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是变成是017了 就表示你这一台灯已经配接成功了 变成是017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接着再配接 后面的 呃 我们总共要配接16台嘛 后面的16台 我们可以按住2 然后再按住16 这样一起配接 这样一起配接 看一下地址码就变成是257了 就表示你已经配接了16台了 那配接完我们再推车 推车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选项里面 配接选项里面的最下面 是不是有个配接信息啊 是不是有个配接信息 对 配接信息的意思 就是让你去查看 你配接的灯具 然后地址码是多少 哦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台 我们点点第十台的灯具键 显示屏会显示出第十台是145 我们现在按下第十六台 就是241 所以配接里面的配接信息 就是查看地址码用的 当我们配接完了几台灯 我们在配接信息里面去看 对应的地址码 然后我们在灯具上面再去拨 相对应的地址码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哦 然后配接选项里面 还有一个重新配接电脑灯 重新配接电脑灯的意思就是 重新给它一个新的地址码 就就 呃 等于是重新给它一个新的地址码 呃 假如我们的第一台灯码 第一台灯 我们本来配接是001 哦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修改 可能我们修改到300 我们修改到300 我们修改到300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配接的第一台是001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修改它地址码 给它重新的新的地址码300 然后看一下显示屏 它会说你要重新配接吗 如果你按确定就是重新配接 我现在按确定 我现在按确定 哦 那现在我们这一台的地址码 就被它修改为300 被它修改为300 了 我们现在退出配接 我们现在第一台灯 第二台灯 第三台灯 按定位 哦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显示屏 只有 呃 两组灯 呃 有出了效果 第一台灯 没有没有亮灯 因为第一台灯 我们显示屏上面的地址码是1 不过我们第一台灯的灯具件 地址码 刚刚已经被我修改成300 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亮灯的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修改回来 配接里面 哦 重新配接电脑灯 所以重新配接电脑灯的意思 就是重新给它一个新的地址 新的地址码 我们把它改成1 改成1 然后把它配接回来 配接回来 按确定 哦 这样就是重新又把它改成 这一组的地址码 重新把它改成1 了 我们现在提灯 提第一台灯的灯具件 按定位 哦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对你的地址码 001的地址码 我们的灯就能受控了 哦 灯就能受控了 那我们刚刚配接好了嘛 我们现在就能提灯去控灯了 对 提灯去控灯 我现在这一台灯 我现在先点 第一台灯的地址码 哦 这一台灯的地址码就是1 第二台灯就是17 第三台灯 就是33 哦 所以你的灯具件 就是控制你每一台灯的 灯具件就是控制你每一台灯的 灯具件就是控制你每一台灯的 你对应的地 对应的 你点亮它 那我们的限时灯就会有反应 哦 那我现在我一起提灯 我把4按住 再按16 哦 我们现在就全部提灯了 按定位出光 哦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的灯 全部都受控了 全部都受控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 你配接完了 你配接完了 你的灯具件 灯具件上面都是有每一组灯的话 都是 只有一组地址嘛 所以你要单独控那几台灯 单独控的话 我现在要控我中间的那八台灯 我就直接提 它对应的地址嘛 5到12 按定位 哦 这八台灯就受控了 这八台灯就受控了 那我们配接好了 现在就能做进行调试了嘛 现在就能进行调试了 呃 大家 我有跟大家说到 调试的话 就是看上面的属性区嘛 属性区 那我们现在是配灯库的 所以我们的推杆模式 如果你要用属性推杆去推灯的话 你看我现在 推杆模式 它是等于调光 所以我现在推上面的推杆 它现在只是扣每一路的调光 哦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它是扣每一路的调光 它是扣每一路的调光 那我如果把推杆模式 我把推杆模式切换成 属性 我把推杆模式切换成属性了 哦 我现在把推杆模式切换成属性 我们现在推杆哦 色盘的推杆 推杆模式切换成属性 我们看到色盘的推杆 色盘的推杆 现在就是颜色哦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色盘的推杆 我们色盘的推杆 都变成是颜色了 哦 然后我们的 歪轴 歪轴就是它的上下了 X走就是左右了 X就是左右 歪轴是上下 X就是左右 然后平闪 它就是平闪了 所以这个操作模式的话 有两种 操作模式的话有两种 假如你配灯库的话 你要用上面的属性推杆去推灯 你就要把推杆模式把它切换到属性 切换到属性的话 你就能用上面的属性推杆去推灯了 对 那如果你是配接常规灯的话 你就记得要把它切换成调光 常规灯的话 你要切换到调光 你推的推杆 灯才会受控 这个大家要记得 配灯库的话 就是要切换到属性 常规灯的话就是调光 那我们现在 用上面的推杆 就直接能空灯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刚刚有跟大家讲说的 A B轮嘛 就是属性 属性的转轮 对 所以我们不只能用上面的属性推杆去推效果 我们也可以用A转轮 还有B转轮 还有B转轮 我现在把属性键停留在XY 然后我们看一下显示屏 显示屏不是有告诉你A转轮是Y轴 B转轮是X轴 所以A转轮它就是Y轴 我现在转A轮轮 我现在转A轮轮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灯的反应 它是上下的 X轴 就是左右的 X轴 就是左右的 那我现在把属性键停留在射盘 看一下显示屏 显示屏都会提醒你 A转轮是什么功能 B转轮是什么功能 现在A转轮是射盘 我们转一下A转轮 它就是射盘 或者是我把它停留在这个图案盘上面 图案盘上面看一下显示屏 它是提醒你A转轮的话是临近 我们现在转A转轮 我们各个看得出来 我们灯出的效果 现在就是临近了 所以我们要找灯的功能 灯的属性 你不止 等于是说 你可以用我们上面的属性推杆去调灯 那你也可以用我们的A转轮去调灯 都可以 这个是依照大家的操作习惯 那基本上的话 都是用转轮属性 用转轮去调我们的灯的属性 比较多 因为用转轮 我们可以来做微调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用推杆推的话 那有时候 你会推过头 对 推过头的话 你得要去修改 所以的话 用转轮 我们去调灯的功能的话 相对来说 会比较方便一点 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 所以当我们配接完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进行操作了 进行操作了 对 然后 我们刚刚总共是配接着16台灯嘛 对不对 那我们假如我们这个灯 配灯的话 我们重新配接了 重新配接了 或者是你配错了 你要怎么去删除 只要怎么删除 只要怎么删除 我们刚配接了16台灯嘛 那我现在假如我 我第16台灯 不要了 我是第16台灯不要了 那我就要把它删除嘛 对 对 我们现在进入配接 配接灯去里面 然后 再把删除键点亮 这样的话 就可以针对你 把不要的灯具键 假如我 第一台灯 我不要了 我要把它删除它 接下来就点选它 然后 看一下显示屏 会提醒你说 要删除吗 你要确定 我确定删除 我现在第一台灯的 第一台灯的配接 已经被我删除了 我现在第16台灯 我也不要了 我会点选它 然后按 确定 按删除 第16台灯也被我删除了 所以 也可以单独删除 你配接过的灯具键 就是 先点选配接 然后 再点选删除 接下来 针对你不要 或者是你配错的灯具键 点它一下 然后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 删除的灯具键 是不是第一台灯不亮了 第一台灯是不亮了 我们刚刚已经把它删除了 所以 第一台灯的数据 配接的数据 已经被我们清空了 然后 还有第16台灯 第16台灯也不亮了 已经被我们清空了 所以第16台灯也不亮了 对 这个的话 就可以针对你哪一台灯 配错了 可以进行去删除 删除它 那删除完 我们再重新配接就可以了 重新给那个新的地址码就可以了 一样的 配接 选择配接电脑灯 选择灯库 我们刚删除的地址码是001嘛 一样把001的地址码给它 选择配接 配接完了 我们再点选 按定位 就有了 重新再配接就可以了 删除的重新再配接就行了 那接下来 呃 来讲一下 我们配接里面的选项 配接里面的选项 是不是还有一个登距参数 对 还有个登距参数 登距参数的话 主要是用来 呃 我们来设置我们通道反向的 设置通道反向的 现在我提5到12 提这8台灯来做举例 我们现在转的Y轴 大家可以看得到 Y轴 是不是同步的 X轴 哦 是不是也同步的 是不是也同步的 那我们现在 要把其中的4台灯 把它的X轴 设置成反向 怎么设置 就是在配接里面 然后 我们选择 登距参数 是不是大家就有看得到 有一个设置通道的反向 哦 我们选择B 接下来他会叫你选择登距 我现在把 5 6 7 8 的登 X轴 设置成通道反向 我现在先选择5 哦 我把X轴 设置成反向 接下来选择6 X轴 设置成反向 选择7 大家可以看得到 都是正常嘛 设置反向的话 就要点他对应的ABCD按键 按D键就可以了 然后再选择8 也要按D键就可以了 好 设置成反向完 我们退出 我们刚设置的是 X轴的反向嘛 哦 大家可以转一下 X轴 是不是登距已经反向了 是不是反向了 好 所以 设置反向的话 你不只能设置 XY 其他的 呃 属性的话都可以的 对 其他属性都可以 只要你停留在什么位置上面 哪一个属性键上面 你就可以去修改 他的通道的反向 哦 可以修改他通道的反向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改回来 5678的X轴 把它改回来正常 一样是进入配接 然后选择根据参数 选择设置通道的反向 呃 我现在第五台的反向 我要把它恢复正常 第六台 正常 第七台 正常 第八台正常 好 设置完了 我们再来转一下X轴 哦 哦 接下来的话 他的反向的通道 全部被我们设置成正常了 对 设置成正常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呃 配接里面 配接里面的呃 这个说明 这就是我们呃 对 这就是我们呃 的 我们呃 对